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总统先生你好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 看到老朋友我感到很高兴 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 人类是一个地球村 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人理事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有效应对气变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 形成共识 积极行动 引领中美关系积极的向前发展 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我愿意的感谢 我们愿意的感谢 我愿意的感谢 我们愿意的感谢 我们愿意的感谢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 是确实的 败争的关系 不断达到关系 即是不不不断的 我们需要提供的共同 公共同性的阶线 正确实的 我们不断达到 我们不断达到 尤其是重要的问题与业业业危险的itié 我们的关系和核心条政策会 和核心条件中的车和共产生 也mud看起来要与其他的不同的影响 但坦白说,最后的世界上的一切